在当今数位时代如何在人文课程上结合数位科技与数位工具帮助学生转型传统绘本形式 培育学生成为具备逻辑思考问题解决与实作能力之数位人文化领域创新人才 为达到此目的本课程采划领域共识共受产学合作工作房实作运用数位工具大数据分析 运用互动科技制作吸引幼儿学习乐趣的逐格动画 本计划将结合玩偶的加各式幼儿木制抑制玩具音乐玩具 透过实际参访也是演讲工作房指导创作幼儿最喜欢的可爱动画会 很特别重视培养学生实作能力教学进度 来为反映每项数位工具之学习或应用 含动画技能3D建模数位媒体技能 APP工作房Google表单 AXAMPP Excel Octoparse Markar AR等设计六周工作房 文化用教科技设计领域产学合作共识共受 七位教授也是共评展出幼儿动画设计成果 目入这门课的目标 数位与人文在本课程中如何结合与对话 如何编排课程达到课程目标 如何教导学生学会数位工具 如何引导学生应用数位工具于其末时作之中 在加入数位的元素后 课程级学生产生了何种变化 安排教师共授产学合作与授课时的辛苦谈与心得 学生成果展示这门课的目标 那计划目标一定有目标 那课程目标来讲基本上蛮清楚的 我们会教同学们有很多的数位工具 这也是计划的精神 那希望同学来讲透过数位工具的学习 可以更清楚的了解 怎么用这些工具 不管是大数据也好 或者是Google的表单也好 那这部分来讲事实上是 我们被要求的蛮多在这上面 也就是说当时在写计划通过完以后 在计划真正执行的时候 我们也会也被办公室里面的承办专员 要求做很大的修改 然后予以复合整个计划的终止 所以他们计划还是希望 在大数据资料库系统这波能来讲 要怎么样导入 当然不是叫各位去写一个资料库系统 而是说你善用的 所谓的大数据的资料搜寻 那Google的表单的一个调查 或者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把找到我们合适的内容部分来讲的话 然后最后去制作了这个动画绘本 那同学可以不用担心 动画绘本 制作动画绘本我们会有老师来教 那另外一个是说是 这个是分组来进行教学 那各位看到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是也有提到是 产学合作部分 如何编排课程达到课程目标 跟同学这样 所以会有共识共授的部分 也就是说同时间来讲授课 除了我以外还有别的 还有卫老师 还有另外一个老师参与 教学目标有基本上来讲的话 一门课 基本上如果有同学是修教育学程的话 你这样应该蛮了解说 认知潜意技能 是整个课程里面的重点 尤其是在任何门课里面 特别是国中小学 或者课程特别重点 当然幼儿园也有 那我们应该讲说 这门课的目标在教我们什么 基本上来讲的话是 我们导入资料库系统 然后我们从资料库系统里面 去捞一些东西出来 那什么是我们最适合的内容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内容交给 你们再交给你们 然后你们就再透过这样的工具 去捞一些资料碗以后呢 然后你们知道说 原来我要做这个内容 这个是比较太不要的 那目前来讲的话 内容白白转 但是总不能说 我们做一个很冷冷的 我们也希望 你做的内容是属于一个趋势 就是说好 因为目前假设我们所有人 全台湾有100所 做儿童的图书馆 那儿童图书馆的绘本 我们想知道的绘本大概是 趋势是什么 所以这个当初这个资料 就是资料库里面要做的 当然也我刚刚特别提到 我不是叫各位去写资料库的程式 所以学这个程式 而是叫你的散样工具 去做这些事情 好 那这种认知的部分来讲话 其实我们一直认为说 跨领域跨领域 跨日学习 这个部分来讲话 各位都听了很多 尤其到各道大三的 所以你蛮了解 幼教 科技 设计 这个部分是可以结合 或者说你可以讲 科技 设计跟医学 也可以结合 很多的部分来讲话 事实上是在设计 我们算是人物与生学院 设计可以跟科技结合 也可以跟工程结合 也可以跟资电结合 所以这些部分来讲话 事实上是 我们在这门课 希望的是幼教教育的部分 跟科技跟设计 做个结合 数位与人文 在本课程中 如何结合与对话 很多的部分来讲话 事实上是在设计 我们算是人物与生学院 设计可以跟科技结合 也可以跟工程结合 也可以跟资电结合 所以这些部分来讲话 事实上是 我们在这门课 希望的是幼教教育的部分 跟科技跟设计 做一个结合 当然我们在同学的背景里面来讲 要多是设计群进来的 有些商馆的 有些是属于资讯 我们讲的电机 电子类的 资电类 资电群进来的等等 像这些我们都是跨域的 虽然多游戏的学生 背景来源的话 事实上是比较多元 所以不会只是单一的 好 那技能部分来讲话 我们希望是对于幼儿的故事脚本设计 这个脚本设计 如何教学活动的一个事实上有帮助 那故事脚本来讲话 或许你们在大一大二 多少有学习到一些 但是我们会有老师专门在指导你们 总要依照这样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故事脚本的花响原创作用 好 前一部分来讲话事实上是 我们会用数位化 我们希望是幼儿的绘本来讲话 幼儿透过数位化动态化 然后让幼儿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乐趣式的学习效果 也就是说你做的东西要氧化事实上是 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将来的话是可以对幼儿园 实际上在教学事实上有帮助的 那我们最后的成果 也跟各位预告一下 我们最后成果第18周成果 我们会有花表 所以也有产商的参与 也有一些教授的参与 所以在一个部分的文化事实上是 也让同学们制造一下 那技能来讲的话 在我们讲说办公室 那个数位人文的创始教学办公室 他们对于大数据的应用非常非常的 要求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是会以规划设计我们绘本的教学内容来讲话 我们会用三大数据的工具 来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而课程领域来讲包含了几个不同的专业 对幼儿保育的部分来讲话 因为我们跟幼儿园这有关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希望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去透过我们的明星科大的 亲食馆或者是业界的其他幼儿园也跟他们做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做这边的话 做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事实上是比较有相关的 那更何况 那个产学合作 所以玩偶的家 他本身做的都是给儿童用的 所以幼儿园用的一些玩具跟教具 所以我是觉得也符合我们这个部分 所以有些儿童保育的部分相关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话 我们希望做的是 符合幼儿园的幼儿动画会合的东西 好 资讯工程 我刚刚提到的大数据和数位科技的部分 我们会用到扩增实际 我们会用到所谓那种AEU的部分 那我们用公司大数据 我们再来说 我们会有一些大数据的工具的部分 然后这些部分 这些工具来讲 在资讯管理这个部分的话 XAMPP 这个部分来讲算是一些工具 Taper AU这个部分都是 所以你从这个字役来讲 你可以知道说 像Taper AU这个字役上 你可以知道 它是跟表单有很大的关系 怎么样把表单视觉化的处理 让我们可以更容易去应用 好 当然互动生意来讲 这里面有绘本的设计 然后角色 动画制作跟特效 课程 我们这些部分来讲 在未来的18周里面 都会学续先进的安排 所以同学在那边 即使你没有碰过AEU 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课程教授来讲的话 让你AEU的基础跟应用 那这门课有跟老师 我们刚刚提到共识共寿 所以同个时间 至少有两个老师出现 甚至有三个老师出现 但期末发表来讲的话 会有没有更多的老师 参与同学的这门发表 当然我们有些材料汇用 他们就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会有去安排参访 这边也是有交通汇用 我们会安排游览车去台中的公园参访 所以这些部分来讲话 都是在整个计划里面 经费里面可以挪用的 可以做得多 所以对各位来讲的话 如果小组在做这些部分来讲话的时候 我们可能想说 我做绘本 有可能需要材料 纸板 或什么东西 没问题 这个部分来讲话 或你要采设速出 或者你要3D列印 都可以 我们这边都有材料 非常有的资助 好 那共识共识的教师群来讲话 除了我跟魏老师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李鸿根的助理教授 他来自于明泉大学的数位媒体设计学系 一般大学来讲话 像他们一般大学都叫学系 科技大学只叫系而已 所以明泉他们的素媒系有两班 一班都六十人 五六十人 所以他们蛮多的 所以李老师来讲 在这上面也教了 他们主要还是做动画跟游戏为主 那李老师主要在做动画跟布兰斯坦的专业 好 杨老师 杨正寅老师是 他有私立大学的资讯科学系 特别要教我们在大数据相关的知识 跟教育相关的技能 他会有教我们善用一些工具 那大数据很多的应用 我们要其实这样 透过课堂照顾跟各位做介绍 我们现在曾族认来讲话 事实上在城市上面是这样专业 所以也透过他们本来讲话 教我们怎么去用城市这边 包括我们可以写一个Python的语法 让同学这边来讲话 去做一些资料簿的 所谓的那种搜寻 跟检索一些资料的部分 好 陈国动物董事长 这边他是 王老师的家是他创的 目前这是国内的 在做所谓的玩具 尤其是幼儿人的 幼童在用的玩具来讲 他们算是其中的前几年 然后我不敢讲是龙头 但是至少都是浅浅专业的 而且所有的玩具 全部都是在台湾制造的 所以他们对于玩具的开花 然后他们现在也跟我们合作的部分 在这个案子上合作 他是希望同学可以用的东西 用他们的既有的角色 可以去做延伸 用里面的玩具可以去做构思 把这边结合起来 做这样的一个创作 那我不一定是跟他们有关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 我们不会说是太偏的这个主题 但是这样的话 只待会我会做一个说明 那陈天聪教授来讲 他也会参与我们最后期末的花表 获得获得当中的花表 他是算是资工系里面的教授 所以他也很清楚知道说 我们最后发展的东西 有没有善用数位工序 在我们整个过程里面 这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注意到的 如何引导学生应用数位工具 于其末时作之中 一个部分是交解主题 跟学生的时作成果 那在第一次上课 我们就尽量把整个课程 大纲里面会讲的东西 还有我们未来怎么进行 有哪些老师 然后呢 大概进行哪些方式 预期的成果是什么 最后得到想得到是什么 这部分我们做个说明 当然 像目前今天做的PPT 今天用的PPT来讲的话 也比较能符合我们 又有动画绘本的一个风格 所以这部分 也让朋友们可以比较清楚看得懂 那创作内容 本来讲是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来讲的话 在这个课程里面来讲的话 一个重点 就是内容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虽然有玩偶的家 但是毕竟来讲的话 你们要去看 多看一下 别人做的内容部分 我们待会会介绍一些2D跟3D的东西 让同学有个概念 所以东方会本的内容 本来讲的话 就是花想是在小组里面 我们会允许小组的成员 构成的小成员 你不要说 我一个人要做一个题目 因为这个毕竟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三到四个同学构成一准 这就能够讲 其实同学目前来讲 应该有一些 比较好的合作伙伴 因为你们慢慢进入到 三下的一个毕业专题的展开 事实上的也是一样 所以你的team 事实上是会跟你们 一起在制作一个专题上 主要的伙伴 可是你的伙伴 当然有互补的关系 我觉得这也是 只要在团队上面要做的 那动画制作来讲的话 动画里面的分镜图 待会稍微提一下 动画一些相关的指令安排 那这个部分 刚刚有个老师特别介绍 那我们会让同学实际上 上机操作 就是在我们二轮这两个教室 上机操作的部分 那故事脚本来讲的话 其实事实上 应该是依照组织 规划完的东西 做一些故事脚本 那你会去构思一下 内容的部分 包括你的角色 你的场景 里面的物件 这部分 每一种做 这些部分内容 会提到 好 表单的实作部分的话 Google的表单 其实是一个 目前的工具 是蛮方便的 如果各位有 有看到Google Google的Document 就是Google的表单 那部分 我们学生来讲的话 只要是研究所的学生 大部分都会善用Google的表单 因为 会用它的原因是 因为那最后做完 它可以帮你做分析 那它就可以产生了一个 那你可以了解说 现在的分析出来的结果 那个 那个冤柄图上面 或者什么样的图 呈现的比例 的多少 学生成果展示 我们就是 透过不断不断的修改 从一开始 可能就是 左边的那个 导測这一次的部分 就是左边的时候 是一开始的版本 但是后来 因为我们有 听到建议的说 我们希望 把发生改得更可爱一点 我们家参访 然后 我们 想要让小朋友感受不一样的游行方式 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学习分享 我们的核心思想是增强 小孩就是负责小孩 小孩就是负责小孩 大人是不得进去 然后这是我们AR帐户 我们有用到每个 然后 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需要先下载 绿合用程式 然后 然后 伸出元寿 然后 我们的奇葩是 希望小朋友 在这种生活中 也能帮助融合的体验 然后 一天一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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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to 一天 三天 你有味道 有一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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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一天 对 然後 一天 一天 就是 最后 一天 一天 所以 因為我需要遊戲,我還可以去登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